体态与腰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腰椎蜕变之后呢 它首先会影响到腰椎的正常的活动 面对腰椎蜕形性病变疾病 该保守观察还是手术治疗呢 微创技术如果是单纯腰椎蜕突出的话 应该微创 我们所说的微创有很多种啊 现在呢最新的就是应用椎间孔静 本期健康新主张邀请几株外科专家 带您破解腰椎之谜 心情好 身体棒 欢迎收看健康新主张 大家好 我是文婷 大家好 我是大牛 感谢大家在每周三周四晚上 和大牛还有文婷来赴健康的约会 健康新主张全新开播之后 已经陪伴大家一段时间了 我们是一档关注生活 关注健康的节目 希望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 时间不长啊 就在这个点儿里边 跟我们一起关注话题 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如果您不方便守在电视机前呢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的官方微信啊 互动随时进行移动的都市频道 期待您的关注 大牛 你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我给你描述一下啊 得站直啊 坐直啊 师范不能弯腰啊 不能驼背啊 我告诉你 别翘那二两腿 你听不听见 哎呦我的天 有没有有没有 房杆都掀起了 有没有有 小时候啊 有多少时间驼背啊 那我妈呀 照我后背 啪啪就是一顿拍呀 什么都不说 就立眼就看我啊 我马上就得改呀 不然同一时间段里 要是再让我妈看着的话 那就不是拍一下那么简单了 对吧 拎过了一顿揍 那可不 哎我跟你说 我妈还真就不揍我啊 她会开启这个化疗模式 化疗模式 以后驼背改不过来 多难看呢 挺高个大个子啊 然后没一个直身板子 然后牢牢叨叨一堆啊 你不想听都不行 还不如打我呢 想不想听啊 你也得听 知道吗 其实父母说的没错 一个人这个体态 我跟你说特别的重要 当然了 他可能会反映你的健康状况吧 这还有关系呢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你比如说你站的这个姿势 或者坐的这个姿势 是你这个肢体的一个基础 对吧 对 这决定什么 决定你这个身体 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 自身的这个重力 这个你的体重等等 还有你搬运的这个重物等等 再或者 你要是一个别扭的坐姿呢 对吧 你这个姿势不良的话 你这个肌肉就需要用更多的力量 保持你这个直立和平衡 对吧 让你保持住啊 明白了 那这个肌肉就会紧绷 僵硬 时间久了之后 你这个肌肉不就酸疼了吗 然后它就不帮你这个韧带呀 关节呀 这个骨头啊 就不帮他们承担力量了 那你说 刚才我说的韧带 关节骨头等等 所有这些是不是就开始磨损了 然后就开始腰疼啊 腿疼啊 背疼啊 等等等等 这就是一系列来的 所以说姿势很重要 你跟我妈是得倒倒倒倒倒 没个完呢 但是你这么一说呀 我就明白 为啥那些个坐办公室的人 就一想 哎呀呀 腰疼啊 对 肩膀疼啊 几肩弯曲啊 是不是都是长时间 而且是姿势不正确 也不纠正 就因为这个引起 可以这么说 这不是全部的原因 但是呢 有研究证明 一些症状的产生 确实和不正确的姿势有关 这么看来 平时还真是应该多多注意 那我们的编导呢 就这个问题 也走上了街头 做了一些采访 我们看一看 大伙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听大家说完了之后 我觉得大家这个都有过腰疼的经历 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 哎呀没错啊 有个朋友也说哈 可能女性啊 患这个腰椎疾病的更多一点 嗯 是吧 确实哈 有研究表明 劳动强度较大的职业当中 更为多见的是女性的腰椎出现问题 比如说女性的驾驶员呀 长期久坐或者生活当中 为了这个职业的需求 增添美丽的自信 穿高跟鞋呀 等等等等啊 都可能让身体的脊柱受损 要不我说呢 建议女性朋友啊 适当穿高跟鞋就行了 是不是 有点铲盒什么的穿 这是非常有必要 你平时我觉得就少穿 嗯 不光是这样哈 实际上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 还有一些生活的方式 需要大家注意 下面呢 就进一段视频啊 告诉我们 在生活当中 如何缓解腰疼 咱们去了解一下 哎哟 腰又疼了呀 这腰一疼起来 简直要命 我常照顾闺蜜 所以经验不少 上班总一个字是站着 我坐着 压力都在腰部 时间久了 能不疼吗 这趟站起来扭着腰 坐几个上下蹲 下班回家 泡个热水澡 缓解肌肉疲劳 睡觉要侧躺 喜欢平躺的 就在膝盖后面 垫一个小枕头 减少腰的压力 这里 别总穿high heels 腰疼是小事 基础变形 油腻瘦的 家里买洗脸池 和灶台的时候 别买太逼了 总是弯着腰 还怪呢 买这鞋 再去厂场试试 觉得舒服 再往家里搬 一般高度到腰 就OK了 大姨妈来看 你那几天 腰也会弹 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winter 穿的少 少的又不是 你自己的眼睛 在这里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视频介绍呢 都是应对 腰痛如何缓解的方法 如果真的患上了 腰椎疾病呢 还是别拖着 到医院检查之后 正确治疗 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呢 很多这个患者呢 面对手术治疗的时候 就会有顾虑了 当然了 因为你这个腰椎啊 或者什么 它可能走到最后 到了一定的程度 是需要这个手术 进行缓解和治疗的 害怕什么 手术之后会瘫痪呢 对吧 然后也害怕 特别这个怕什么 会不会影响 生活质量啊等等 其实我要说 这是提高 生活质量的方法 或者说 觉得长期的 保守治疗 浪费时间和精力 那我到底 应该怎么选择呢 大家很困惑 对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出 今天做客 我们健康新主张的专家 吉林大学第一院 脊柱外科的 傅长峰副教授 来给我们讲一讲 都市频道 品味生活 品格都市 副长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脊柱外科副主任 医学博士 副教授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专门从事 脊柱外科临床 教学和科研工作 15年 擅长脊柱退症性病变疾病 脊柱创伤 及脊柱畸形的诊断与治疗 那今天做客 我们健康新主张的呢 是来自吉林大学 第一医院脊柱外科的 傅长峰教授 傅教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傅教授 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 好多的老年朋友 或中老年朋友 都会特别地感兴趣 因为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人 但凡上点岁数 他这个腰没有不疼的 我这么说 对不对 不全对 但也不错 也不错吧 对 有不疼的吗 我身边没有 很少 对 80%都会疼的 就是我觉得 都不用上50 60 我觉得就是 47 8岁左右的 这样的人 就45岁以上的吧 就不管是男生 还是女生 男人女人 他都会有腰疼 就是你一问 他肯定 哎呦我腰不太好 对 疼 现在越来越年轻化 所谓新陈代谢 就是人到一定年龄之后 为什么叫蜕变呢 退是倒退的意思 退行性病变 不是说变性 老百姓总是担心 这是自己得了其他的病 这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 一个改变 因为它腰椎蜕变之后呢 它首先会影响到你腰椎的正常的活动 在这过程当中呢 它会刺激引起一些疼痛啊 或者是酸啊 僵啊 硬啊 这些症状 给你带来就是活动不变 或者活动疼痛 如果要是说没有出现症状之前呢 你就合理用药 就像刚才我们最开始 文婷说的这样 合理用药 少做 然后呢 适当的腰椎多活动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延缓 因为我们也看到年龄虽然很大 但是肩盘还很好的 也有 对 这也是 这也是常见的 也是很好的 也是大有人在的 第二点呢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 也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患者 大部分 即使出现这些蜕变了 也没有到需要外科治疗的程度 就还 就是都都还行 对 都能行 虽然会 对 虽然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不舒服的症状 但是它会缓解的 但是有可能 劳累了 糟糧了 或者受伤 它可能会比较容易引起症状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什么时候 明白这个道理 开始去做合理用腰 都不晚 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开始疼了 但是你要是 现在能做到合理用腰 这也不晚 也可以 对 你也可以避免这个症状发生 或者延缓 它这种发生的频率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既然傅教授是外科的医生 就是最近 我们现在 这个包括我们微信平台上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圈 在里面 大家都对一个词 特别的感冒 或者都觉得这是 特别好的一个事 就叫微创 好多人就是 你比如说现在 我不知道您怎么样 就很多人 因为我做健康的节目 大家都会说 我这能不能微创 你说这能不能微创 就大家都在说微创的事 是的 对 我想问问您 就是都能微创吗 就大家觉得说 你看它不腰间盘突出了吗 已经那个 就压迫这了 又压迫那了 我一微创 我外头也看不见 完了 其实里头 这靠谱吗 这个 发展到今天 微创技术 如果是单纯 腰间盘突出的话 应该微创 我们手术的微创 有很多种 现在最新的就是 应用追尖孔径 一种枪径 追尖孔径 内径技术 它可以在皮肤上 切一个小口 不到一厘米 然后有个内径 可以伸到 咱们追尖盘 突出这个部位 它前方有这个光源 它可以有显示器 可以连接到显示器上 然后可以有专门的钳子 可以把这个肩盘突出 彻底去除 这是可以做到的 单纯腰间盘突出 就可以做到 回头来讲 我们讲微创 什么是微创 这个很重要 对呀 因为现在在门诊 看到患者 我现在碰到两大类的患者 需要做手术的患者 一大类就是来 我就是要做微创来的 还有一大类患者 就是大夫 我需要治 你给我治 但是微创 我肯定不做 所以说现在 这是一个 我认为在医疗发展过程当中 说明它出现了一些 危险的一个信号 我个人感觉是大家对医疗上 比如说新技术的误解 新技术的误解 对 对这方面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需要去合理地运用 所谓的微创 什么是微创 这种情况 适不适合做微创 那种情况 适不适合做微创 我们把它鉴别开 鉴别好 用好的话呢 才会给患者 带来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这样的话患者 他就不会误解了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让您来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针对一种疾病外科治疗来讲 微创是什么呢 不见得是口大口小 这绝对不是微一的标准 你看老百姓都觉得 这不是微一的标准 所谓的微创呢 就是得跟传统的这种 经典的治疗方法相比 我能达到同样的治疗效果 但是 但是我的损伤要小 这叫微创 小损伤的手术 而不是开口小的手术 对 对吧 对 前提是能达到同样的治疗效果 绝对不是说 我给你开个小口 我给你治了 但没有效果 那不叫微创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我对同样一种 一个患者 同样治疗 同样的治疗方式呢 并不是所有的患者 都可以去治疗的 因为他每个人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你是不是能够达到 你对于几处来讲 要减压 主要是解除神经的压迫 你是不是能减压 如果你能做到彻底减压 你可以去考虑做微创 如果做不到彻底减压 你可能 所谓的微创 小口就不太适合你 所以说这两类患者 有可能这一类的患者 他就适合做微创 但是他因为受到 其他的影响 因为患者治疗 他会在不同的渠道 进行治疗 有的患者 做完微创做很好 有的患者 作为做完所谓的微创 没有效果 或者效果不好 或者更糟糕了 对将来的患者 都会产生新的影响 对 因为就是 你们家邻居说的这个话 我觉得 有时候比医生好事 对 因为他就是亲身的一个体验 他活成了力的看到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作为医生来讲 和作为患者来讲 都要客观一点 冷静一点 作为医生来讲 我能做什么 我能给患者提供什么 这是你能做的 患者适合做什么 这是另外一把事 如果你们两个 能够契合在一起 那这个患者的效果 一定是好的 如果你能做的 和他需要做的 不是一回事 有可能效果就不好 或者是说 患者想要做的 已经超出你这种范畴了 你还要去顺应他 也不会效果好 那么我觉得 我们现在就再来强调一下 其实微创并不是 伤口小的手术 而是创伤小 能达到相同效果的手术 对 它才是微创 对 是这样 那刚才您说了一个 什么恐径来的 追肩恐径 追肩恐径 对 这个就是现在 或者说这个技术 比较先进 比较成熟的 这个单纯腰间盘突出的 微创手术 我是能这么理解吗 这是一种 对 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 对 那它就是在后背吗 对 也是在腰 腰做手术 但是呢 它是从侧方 从这 腰的侧方 它正好呢 可以通过腰椎呢 有个天然的孔道 腰椎有吗 有天然孔道 它可以跟外界是沟通的 它可以穿过这个孔道 然后呢 直接抵达这个 肩盘突出的部位 要把 对肩盘减开 先玩破裂之后呢 突出的这种随和 压迫神经的纤维环 随和 包括中板软骨 要把它彻底去除干净 这样的话 它不压迫神经 你这种腿疼的症状 它就缓解了 对 所以腰间盘突出手术 腰间盘突出手术的 目的是什么 是要减压 那如果要是我把这个东西 本来它是起作用这个东西 对 我把拿走了 这不是不行的吗 对 你这个问题很好 很多患者都会问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所要去除这个肩盘呢 不是说所有的肩盘 不是整块拿走了 对 因为它是什么叫蜕变呢 也是这个肩盘内部这个水盒呢 它水分慢慢减少了 含量减少了 它会出现一些硬化呀 干枯啊 碎裂呀 它就不是一个整体 它本身这个水盒嘛 它把鲜环破坏之后呢 这种坠落掉落到水管里 压迫神经 我们要破坏这部分 把它拿掉 其他的还是要保留的 好的 这部分 我不是全体把它剪开 然后把这块拿 让它骨头碰骨头 不是这意思 对对 没有破裂突出的肩盘 我们是要尽量保留的 因为它还要维持 我们正常活动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 对技术的要求很高 这是算是一个技术 算是技术 那现在这个技术成熟吗 相对来讲 这也是分不同的医生 不同的医院 但作为我来讲 还是比较成熟 还是比较成熟的 好 我觉得这事不用谦虚 这个很关键 这也很关键 那也就是说 您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是 单纯的药间盘突出 对 对吧 那么肯定到您那儿 去找您看病的 好多是不单纯的吧 对 不单纯是药间盘突出 就是压迫神经的原因 不仅仅是药间盘突出 或者不主要是药间盘突出了 刚才我们讲 蜕变有一大部分患者 是椎间盘的高度降低了 但是它并没有 最后导致这个椎间盘 明显的破裂突出 高度降低之后呢 它会带来一个 激发性的影响 就是后方的关节突 关节啊 增生 这个时候就跟固执增生 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些关节囊 人带的一个增生 它们一起来压迫神经 造成症状 这个时候呢 就叫腰椎管狭窄 腰椎管狭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对 整个椎管周围 做一个彻底的减压 这个时候就 超出这个椎间孔镜 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 这么减压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做椎间孔镜 也可以起到效果 明白了 也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 他说我肥要微创 但是大夫告诉你说 你这微创解决不了问题 实际上是因为 我们既然选择做一次手术 如果不能够达到一个 一定的标准 或者一定的效果的话 那这个手术不如不足 对 是不是 是的 是吧 然后微创的方法呢 也会越来越多 为了满足这个 所谓我们叫微创的 这个要求嘛 因为微创呢 是外科手术 它发展的一个 始终在追求的一个目标 也有越来越多的 这种工具 可以加入进来 即使对椎管狭窄 对后方 也会有一些东西 可以去对它进行减压 这也是我们在 目前正在去做的一件事 那也就是说不定 过几年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追管狭窄 包括这些 也可以微创 但现在至少还 未来将来呢 这是在不断地去设计 这种不同的微创方法的 一个叫协作的一个方案 你比如说 我想要做微创 我想要做减压 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可以去把它配合在一起 但是任何事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技术是不是成熟 我们是不是达到一个 可以去替代到 我们目前这种 治疗方法的一个阶段 目前还没有 我们的金标准 追管狭窄呢 还是需要去做切开 去稳定 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达到 对 上那个地 一个是达到稳定的效果 再一个短期的效果 再一个可以达到 一个长期的效果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医生很辛苦 医生的辛苦 不光是因为 他每天面对临场患者 然后外科医生有违 还得做手术 然后还得管 还得这个术后 术前等等 除了这些之外 我觉得医生更辛苦 是因为 他是一个终生学习 或者终生进步的 这么样的一个职业 需要去不断努力 对 所以我就觉得 真是就是很辛苦 就很多医生 绝大多数的医生 是没有时间 这个有业余的这个生活 享受生活的时间 确实是这样 那我觉得最后就再问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一个人 他已经做完了 这个手术了之后 好多人也分两个极端的 有一部分人就觉得说 哎呀 我做了个手术啊 老大一个事了 我这腰从此以后别用了 有一部分人就终于好 开始来 原来都没干啥 现在开始 在这儿我觉得 就是术后的这个保养 包括术后到底 就是他能不能走啊 他能不能提东西啊 能不能做弯腰啊 能不能做这种 这个体育锻炼呢 等等这些 我觉得你得给大家说说 再有一个 他的时间点 也得说一下 大家都不太懂 术后的康复阶段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尤其对于做微创来讲 对于开导来讲 因为做固定了 相对来讲好一些 做微创来讲 但是呢 大同小异 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当然现在 在住院期间 跟患者说到 都是比较严格的 在一个阶段内 什么东西不许做 但其实呢 是循序渐进 要因地制宜 这个是很重要的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 适当的锻炼 适当的活动 第一点是必须的 但是这个程度呢 每个人的把握 确实它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它不一样 对 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看 就像我们最开始讲的似的 久坐 久坐为什么会对腰不好呢 肌肉首先疲劳了 肌肉没有力量了 它没有办法帮我们的肩盘 帮我们这些腰椎的关节 去分担的 分担 对 所以肌肉锻炼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现在 没有得病的 健康的我们这些朋友们 平常也需要多做这个肌肉锻炼 对 这个呢 我觉得好多的 这个包括 什么关节的 这个医生啊 还有就其他的很多医生 他们都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的这个肌肉的这个锻炼 是 你就是先练好了肌肉 完了你再说别的 对 你就是说你要说说 我怎么治疗 怎么着 你如果要是你肌肉一点力量都没有 我今天给你治好 明天你还会犯 对 对 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说这个肌肉的锻炼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这个有 有的医生就直接说 说这个肌肉锻炼 你不用想着说我出去走走走一万来步 或者是跑 这都不用 你可能在家里边往地上铺个毯子 或者在这个硬一点的床上就能坐 对 对 就是这样的 咱们腰就是反正拳着腿 然后就是肩顶着这个 对平躺 对 平躺之后呢 最简单的就是把腿拳起来 然后呢靠肩膀 然后呢靠腰 把这个力量把腰跟这个 臀部 臀部抬起来 臀部抬起来 尽量抬得高 对 然后抬 抬完之后呢坚持住 你可以查处 每个人不一样 查三个五个的 对 觉得稍微点发酸就放下来 放下 然后慢慢地做 然后再抬 然后再来一次 对 一般做个十个二十个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 那我最后的这个问题就是 有很多人觉得 其实他躺着的时候 就平躺的时候 他的腰仍然不舒服 是的 那真正让腰放松 让腰舒服 他不就得躺着吗 那他躺着都 还是不能缓解的话 他应该怎么躺 还是应该怎么躺 可以测试躺 其实测试躺是最对的 测试躺 测试躺 腰稍微要勾露一点 或者稍微弯一点 可以让腰肌肉 可以得到适当的放松 现在可以的 那刚才咱们俩聊了 这么多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 我准备的这些问题 或者我心里的疑问 您回答得很细致 也很明确 但是呢 我觉得还有一些 微有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回答一下 那时间交给大牛 时间交给我 我们一起来看 微有的问题 第一位网友问到 说想了解一下 如果检查之后 片子显示非常严重 但症状其实不是很重 这种情况需要手术吗 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 为什么 它很严重吗 如果片子很严重 然后症状不重 我们也经常会遇到 就说明本身这个 即使片子这种压迫 没有对神经造成一个 食指性的一个损害 我们是可以继续观察的 还有这种情况 我一直以为这片子 它不就是金标准吗 就是它这个 那你看它已经很重了 一看 但它还不疼 我们一般做手术之前 是要症状和这种检查 要结合在一块来看 如果症状很重 片子也很重 我们认为它是符合的 我们就会建议 欢迎来做手术 如果要是症状不重 像刚才这位网友提的问题 它有可能是有症状 要不然它不会去做检查的 有可能症状不重 但片子上看很重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是可以建议 它继续观察的 如果确实出现症状了 那时候做可以的 还有一种情况 就叫预防性手术 就是患者自己非常担心 有可能别人跟他说什么了 已经造成他心理上的 对 当然也可以做 但是尽量我们是要 症状也很重 片子也很重 我们去给他做手术 这样效果也还很好 对 这才是真正的治疗 对 要不然你说他都没啥症状 你治疗啥了呢 对 对吧 对 好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位网友这个问题 看完之后觉得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说我经常腰疼 近几年的腰也弯了 个子比以前矮了 这样下去 即便是能工作 心里也很难受 今年45岁了 总觉得没有教师的尊严 请问手术能把我的腰变质吗 如果确实觉得腰弯了 它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知识性的 知识性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疼痛 压迫神经了 引起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弯 这种情况是可以做手术的 另外一种是本身 它就有这种侧弯 可能青春期的时候并不重 随着年龄增长一点点加重了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叫成人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是可以治的 但是这个手术相对来讲 它的付出的代价就要大 这就需要商榷的 所以看你是哪种类型的 对 所以还要看一看 就是病来的 还是说你就是自然来 哪一种类型的 对 好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三位网友问的问题 很详细 他说腰椎手术需要输血吗 如果这个手术的话 费用大概是多少钱呢 腰椎手术这种蜕变性疾病 无论是微创还是开刀 基本上我们现在都不输血了 微创出血更少 可能是几毫升 十几毫升 开刀我们一般 基本上也能控制在 100到200毫升之内 所以说基本上不需要输血 费用如果要微创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三万块钱 如果要开刀的话 是五万块钱左右 那医保在报一部分 是吧 对 每个人医保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 对 医疗保险还不太一样 对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 我家里人做了这个手术了之后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数字还是你一看好像还挺可怕的 但是最后我们自己家里面承担才一万多一点点 对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好 这也算给这位网友解答了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位网友的问题 他说他今年37岁了 得这个追管狭窄七年多了 晚上睡觉觉得后背疼 走路也很困难 请问是否可以手术治疗 37岁这么重 对 37岁如果要说追管狭窄的话 我考虑他主要还是因为是一个巨大的键盘突出引起的追管狭窄 他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做微创的 因为他37岁不会有明显的这种蜕变 所以说还是应该去看看 然后商定一下方案 对 对 那您去找副教授好了 好了 那我觉得呢 这个大家如果再有个性化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对大家进行的解答呢 一定都是概述性的 不可能说这个给您告诉你说 你就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个想要更加详细的 这个确切的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副教授 那在这里呢 也替所有的健康新主张的观众 感谢您 谢谢 今天医生带大家了解了腰椎退行性疾病的相关知识 其实呢 有70%以上的老年人都会不同程度的有一些退行病变 但也有的病人呢 这个追管狭窄导致一系列的症状 如腰疼啊 腿疼啊 等退行性疾病 这时呢 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接受正确的治疗 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哈 这每天呢 我们都很忙碌 但平时的时候呢 还是应该多注意休息 劳逸结合 是的 有一个健康的体态 然后呢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表现 嗯 没错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就到这了哈 大家一定要记得 每周三周四晚上 22点22分 健康新主张首播 健康新主张 我们共健康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再见